世界佛教教皇 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 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的世界佛教教皇的册封 来源于2018年1月 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 和世界和平奖宗教领袖受称委员会决议 册封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 为世界佛教教皇 佛教最高领袖 但羌佛他拒绝接受 世界佛教总部为弘扬正法 利益众生 主动接收了该册封令和权杖 当世界佛教总部 把世界佛教教皇的册封令和权杖 攻城给羌佛时 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说 原来这权杖端头上坐有释迦牟尼佛 我们应该尊敬南模释迦牟尼佛 然后高举过头顶 单手合掌 以做恭敬之意 可是他表示 他只是一个惨愧的修行者 坚决不接受这个丰寿 当即就退回给了两会 在今年9月23日 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 和世界和平奖宗教领袖 受称委员会 做出了最终的联合决议 确定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 退回册封令和教皇权杖的做法 是无效的 于是 在9月24日 世界和平奖颁奖委员会 继世界和平奖 宗教领袖受称委员会主席 Suzi Laggett女士 来到世界佛教总部 所属的圣基寺 做出终极宣布 几十年来 本会给雷根总统 印度圣雄甘地 拉宾总理 以及很多国家的总统 总理 颁授了世界和平奖 从没有退回的先例 凡是本会做出的决定 并已经实施了的 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决定 绝不予以更改 南模第三世 多结枪佛教皇 退回佛教教皇的册封令 和教皇权杖是无效的 世界佛教教皇 只能属于南模第三世 多结枪佛 任何人无权代替得了 Laggett主席 将被南模枪佛 退回的册封令 和教皇权杖 再次请世界佛教总部 代为接收 世界佛教总部的墨知尊者 代表世界佛教总部 接收了两会册封的册封令 及教皇权杖 他在讲话中表示说 世界佛教总部认为 两会的决定 是十分正确英明的 自南模释迦牟尼佛 爆化以后 就没有一位 如佛陀一样 宏领大众佛教徒的最高领袖 但是 教皇权位 必须是非单一 佛教派别的领袖 有资质担当的 而唯一 只有统设整个佛教的领袖 佛陀 南模第三世多节 枪佛的圆满佛教教法 并符合了各派认证的佛陀标准 符合佛陀本质 符合佛陀内政绝量 仅凭佛陀本质 拿储上座 上超五十九段 就无人能达到此标准 他符合佛陀德记 贤密元通 妙暗古明等 全部符合圆满 始祖佛陀绝量 近两千多年来 此世界无有第二位佛教圣德 据此佛圣资职 仅凭发愿一生 义务立生 不收供养 圆容无碍 就无有圣德可及 只有南模第三世多节枪佛 才能翻覆佛教教皇 这一从圣无比的重担 导证学佛正规的途径 因此 世界佛教总部 代表佛教徒们 非常感谢世界和平奖委员会 和世界和平奖 宗教领袖 受称委员会 最终做出的决定 南模第三世多节枪佛 无私高节 其实质性的佛陀正量 五名高峰 圆满灵缺 是整个佛教的第一人 没有第二位佛教高僧大德 圆满俱备 这是实至名归 理所当然的佛教教皇 我会来过来的 请不吝点赞